国民党统计自今年1月拜选以来 出现罕见的入党浪潮 总共已有3229位青年入党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6日也特别召开记者会 招揽更多年轻人加入国民党 江启臣表示 欢迎所有中华民国派一起加入 而党内也将进行内部改革 让年轻人有更多的从政参政的机会 我们欢迎所有支持中华民国 支持宪法里面的这些年轻人 能够加入本党 那当然我们也在内部改革上面 希望能够给年轻人更多的 从政跟参政的机会 江启臣指出 国民党在青年的支持率 3月时还相当低迷 只有10%左右 但这几个月已有上升的迹象 那这几个月当然我们 陆陆续续的往上 中间有经历一些起伏 不过平均上看起来 我们的青年支持率 至少增加了一成以上 那好感度也成长了三成以上 国民党的青年党员何元凯提到 加入国民党后 被身边的同学质疑是不爱台湾 但他批评这样的说法 才是对多元声音的不友善 反而让民主变成议员化 我的周遭氛围 其实是我可以感觉到 我的同学们 就是对多元的不友善 因为我支持 我支持国民党 却会被攻击 他们就认为说 我应该是要跟他们一样 支持民进党 这样才是代表爱台湾 谁说的 我认为这反应除了是 我们的民主 其实在崩坏 开始朝向了 议员化的声音 何元凯更直接反驳 你们越骂我 我就越勇敢 并且向部分民进党支持者喊话 你们不一定要和我 一起捍卫中华民国 可是希望你们 不要忽略了多元的声音 记者王布伦 陈文英 台北报道